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这个影片不再是一个没有写的影片了 耶 为什么?因为 Laptop回来了 耶 然后今天是4月15号 是我生日过后的一天 所以我现在已经21岁01天了 当然要谢谢大家给我的祝福 在YouTube,在Instagram,在Facebook 大家送过来的祝福 虽然现在我没有办法见到所有人 但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的祝福 还有就是我的家人为我准备了 Steamboard 然后这一集的影片就是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Q&A第二集 Part 2 我今天的生意好像不是很好 因为我昨天吃了很多那个尖肉 所以我觉得有点热气 然后忘记装水上来 唉 拍完这个video再算吧 这样你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马上开始了 哎呀 呃 来 准备好了吗? 第一道问题 上课的衣着打扮需要注意什么? 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出学的 学生大多数都怎么穿 学校对我们的穿着的要求就是 至少我们要穿一件T恤 然后穿长裤 然后穿 包鞋 Covered shoes Presentable就OK了的 就没有讲 你要穿 FORMER 每一天要穿FORMER去上课 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就属于比较casual一点 学生大多数就是穿成这样子包 T恤 牛仔裤长裤 然后包鞋 然后女生的话就穿 现在很流行的格子裙 第二道问题 这个不是关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一道问题 但是我也想把它放进来 因为我觉得 很多还没有进大学生的学生 想要知道 不是关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选课应该根据自己喜欢的 还是听从父母的意见选择出路 会 选择出路更好的 我在之前有一个影片 我希望我对 我真的希望我对 是这个脚吧 我在之前这个影片就有讲过 其实选课真的应该选自己 有兴趣的课 所以如果你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想要去 学习的是什么 然后自己以后想要做的东西 是什么 我觉得 跟着自己的 方向去走 父母是养我们育我们的人 他会很 care我们的虔诚 这个是 非常的正常的 可是我看到很多现象就是 学生会跟父母讲说 你选的东西 我不喜欢 你要我读的这个东西 比如讲父母要我做doctor 我都不喜欢做doctor 或者是父母让我做lawyer 我都不想做lawyer 然后到父母问他们 这样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打不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 我觉得这样子很 差啦 我们作为孩子的 我们不单只要知道 我们不喜欢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 不只是 一直讲 我不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当然要问到你 你想要哪一个 的时候你不知道 当然我觉得更多的父母会更加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可以做出一些比较成熟的 决定 然后这个决定是back by reasons 有理由的 比如讲 妈咪 我不喜欢你选的这个壳 不喜欢这个壳 然后我喜欢的是这个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 因为经过我的research 时候 我发现他以后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同时间我现在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我拿这个 第一我觉得我不有遗憾 第二我觉得我会做到 我会把它做到很好因为我自己有兴趣 就是这样子把我选记的东西 然后用你自己的方法 去跟父母沟通去convince他们 但是你要这样子做当然是首先你要有 知道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你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你应该选择出路更好的 还是你想要选自己喜欢的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学生 他们去读的课 他们都没有兴趣的 他们真的是 为了读而读 所以如果 在看着这个影片的 你们真的是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然后 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去做一些 研究 去看一下他的前景是什么 可以做一些研究 然后他可以帮到你的话 然后你是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 应该去 兴趣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东西 你喜欢那个东西 其实真的是 很难得的东西 就可能你们喜欢 烹饪啊 你们喜欢 拍照啊 不是所有人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 会去喜欢那个东西 我觉得很难得 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到什么的话 放胆给自己嘴一嘴 你会吃饱 把影片看到这边 你们不要忘记 订阅这个频道 不要忘记打开 你的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 赞这个影片 喜欢的话 也不要忘记 分享出去 如果有梦的话 嘴嘴 你会吃饱 来 现在的问题 我想请问下 我上个semester的GE 少上了一个credit 这样子以后怎么样补回去 那个credit 然后几时补 少了credit for general active 这个东西是不用担心的 之后 会有时间给你补回的 所以不用担心 比如讲 一个semester 你很多时间 然后那个semester 学校只是给你 4个 4个credit hours 选择GE吧 可能你自己想要拿6个 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去跟学校讲 我想要再拿多两个 没有问题的 再下一题问题 你觉得印尼学生是怎么样的 我从印尼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觉得 厦本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来自印尼的学生怎么样 因为你是从印尼的 其实我觉得 这边的印尼学生都非常非常 好 然后很容易跟 马来西亚 参在一起 可能是 国家跟我们马来西亚很靠近 然后可能我们的文化差异也不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 这边的印尼学生其实都很friendly 也很容易成为朋友 下一题 刚好现在是这个行动管制令 期间 我想要请教一下你 有哪些书籍是 关于 下大的金融系的书籍 然后可以建议我去阅读一下 让我自己有心理准备 其实你应该知道 厦本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 finance 的 major 是什么 有list出来了 我们会学到什么东西 你只是需要把它 tub上去google 然后看一大堆 资料 其实 你就 大概大概可以知道你会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 我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 在这个期间 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期间 然后那个 economy的波动 是会有一点 所以 花多一点时间去看 财经消息 我觉得你会收获更多 现在提问题 finance 都读些什么 可以详细一点吗 诗之就业 没有问题 当然是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会之后 专门做一个影片来解答给大家 那个影片讲会是 finance accounting 和business 的分别 然后 我会讲到关于就业的东西 所以 stay tune for that 下题问题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有什么活动吗 除了运动会之外 其实有 真的是有很多活动 除了运动会之外 有很多比赛啦 有很多 可以让学生一起参与的一些活动啦 所以我也数不完 但是如果你们想要 keep updated 看我们有什么活动的话 你可以去follow我们学校的 student council的instagram 也是可以去follow我们学校的 XMGM media center 的instagram 账号 去那边看一看 下题问题 没有车的话 出去会很麻烦吗 会 真的会 我觉得grab在那个 area也不是特别的便宜 我觉得做LRT的话会便宜很多 但是我们那边的火车是 KIA transit ERL 所以 肯定会比LRT贵 所以我们那边 其实基本上 public transport都蛮贵的 所以 有车当然是会方便很多 下题问题 学校氛围 我觉得 非常好 一靠近考试 学校就不有空空的地方了 不管是图书馆 外面 池塘 全部地方都会满满 学习氛围会很好 然后学校的氛围 上课氛围 我也是觉得很不错 然后 校园氛围 我又觉得很好 下题问题 很想知道厦门大学的学生都是学霸吗 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讲学金才进厦门大学的 其实真的是很多学霸 这些大学真的是很多学霸 很多都是因为 scholarship 才进来的 有些是study hard 有些是study smart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啦 所以我觉得 不是天生学霸 可能一些是selfmate的学霸 我觉得都很多 来来来 最后两题问题 请问 学校有没有中国交换的活动 或者是到中国交流分享的 交流 到中国交流分享 我的中文真的是 据我所知 暂时是还没有 但是之后会不会有 不好说 我觉得很高机会会有 PART 2的最后一题问题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有没有准备 或者租借LOKER 或者是一些像日本学校那种 置物的那些 置物 这个我这个字吗 置物柜 如果有的话 价钱怎么算 没有 没有LOKER的学校 我们东西会放房间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自己背着back 然后有LOKER 唯一有LOKER的地方就是 GYM ROOM吧 GYM ROOM的LOKER 是给大家用的 给我们放 任何去做军的时候有equipment 水啊 手套啊 Resistant band 那些一大堆的东西 对 然后PART 2的Q&A就在这里结束啦 还有PART 3 PART 4的Q&A 还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Q&A在等着大家 所以 如果你对这些content 很有兴趣的话 就不要忘记 Consider去 订阅一下这个频道 然后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留下你的赞 你还有任何想要问的问题 都可以在compense section里面追加 这样子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大家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